你想玩跳楼机 还是在太空梭 决定你能否捉住 接下来潑天的富贵 都说长线是金 短线是银 波段是钻石 但是 很多时候 你觉得自己在做趋势 但实质必然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多数人会被短期的波动所影响 错误地将一个 弱烈波动 当成了一个趋势去做 如果一个交易者 经常被波动所影响 不能将自己的眼光 放在真正的趋势上 就会被短期的波动 牵着个鼻子走 都会导致自己 经常做出一些 看起身极为稳笨的操作 不应该卖的卖了 不应该沽的又沽了 沽完之后 又不知什么原因 又重新买回来 闭女糊涂的吗 这些操作都是 多数交易者 输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能你都听过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草角人 他读回怀男子 是这样说的 螳螂补蟹的时候 他会用树叶 会遮住自己的身体 可以引伸 有一天 这个人真的发现了一片螳螂 去用来遮住自己的树叶 然后他去摘下来 结果那一片树叶 跌落到地下了 和之前的落叶 暈起一齿 没有办法去变形 他就将所有的落叶 统统拦回家 到了家之后 他就一片一片地 将树遮住自己的眼 每一次都问他的夫人 你可不可以见到我 一开始 夫人还回答他 看得见 这个人心里太开心了 于是 就拿回这个树叶 回到街市 举着的树叶 当着他人的面 去拿回别人的物品 最后 就被当性的小偷捉了 而这个人他以为 只要一片的树叶 就可以隐身 但其实 树叶只可以遮住他自己的眼 在我们的交易者 就认为一个固定的形态 就可以迎来了 看不到真正的走势 周期的位置 和一页杖目的丝生 有什么区别呢 波动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 但不是所有的波动都有意义 波动只代表了短期的一些资金的意图所在 决定不到真正的趋势 要想重返到真正的波动走出来 一定要将趋势拆开理解 一段趋势的构成 是以波动为最小的单位 波动拉长 时间又会走成了波段 波段连起身 又并成了趋势 很多人入场的时候 是根本没明白到自己 究竟是想赚波动的钱 还是想赚波段的钱 又或者是趋势的钱 相对来说 周期越短 它的规律性是越不明显的 少了明显的规律性 统计性的概率的成功就不好实现了 所以即使你想去做短期波动的钱 但都应该尽可能地看长做短 短期波动永远都在 只会让你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的每一日 每一个钟 每一分钟 都充满了机会和风险 价格稍微朝着某一个方向 去发生到短期运动的时候 那你就会感觉 好像有机会已经到你了 但实质不现 所以当你真正立足以催事 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大部分的波动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明显的运动 或者说表现出明显资金意同的波段 才值得一体 要真正去区分 什么是无意义的波动 什么是表现出资金意同的波动 结合位置去选择做波段的高炮地球 而最后 我就推荐你不妨去看下 投资有道团队为大家带来的 波段交易训练型的课堂 从波段的角度 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你最终所赚到的每一元 都是你对世界认知的辨言